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闪一闪两晶晶 满天都是小妖精 各位优酷的网友大家好 优酷指数大剧排行榜的特别节目 楚汉教授说 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教授易孝欣 那前面几期节目呢 我们聊到的话题 令众多吊丝同胞们是大呼过瘾 甚至有人给我留言 留邮箱 贵求祸害 看到这种要求呢 我顿时菊花一锦 差点把这个菊花台唱成这个菊花男 好 那教授呢 我只能装作很傻很天真 当做听不懂你的意思 他就不是孙悟空 孙悟空彻头彻尾 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孙悟空还是很单纯的人 太单纯了 哪篇章写的 说明他确实是个猴 没有人的这种 你看呀 看守潘桃源 都是各种潘桃 他跟这待着 来七个仙女 摘桃子 跨着篮子摘桃 是 他这一喊 这七个仙女 全定住了 不动了 孙悟空竟然去摘桃去了 桃就是猴啊 要是换你呢 我得拿个篮子 哈哈 如果说起这个很傻很天真啊 我觉得楚汉时期的鱼姬 就是一位很傻很天真的典型代表 作为楚霸王项羽的艾姬 啊 她舞姿美艳 才艺 并重 容貌更是这个沉玉落雁 碧月羞花 可以说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倾果倾城啊 可就是这样一位女神 本可以渡过乌江 继续用女神的光环 照耀这个江东的屌丝 并且找到一位高富帅 重新开始幸福美好的生活 但是他却不忍离开自己 无颜见江东富老的男人 最后在乌江边自吻了 哎呀呀 恭喜这早点 真的是前生的五百次回眸 才换来今生的生死相守啊 可是这么美丽的姑娘就这么走了 实在是可惜啊 是不是 你说要是这么好的姑娘给我们 对吧 陪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一起看马赛克 一起在田野上奔跑 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只能说我们这个鱼姬啊 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啊 那说到这个很傻很天真 教授我想起一句话 就是每一个矜持淡定的现在 都有一个很傻很天真的从今 但是我环顾四周 却发现我们身边的很多银河市啊 XX不足傻XX云 对不起 是淡定不足傻貌有余 比如说我们这个新的交规出台不久 引发了这个网友和开车的朋友们的激烈讨论 当然这个屌丝除外啊 因为屌丝就算有车 顶多也就是自行车了 对吧 那路上呢 色黄的事情也是在不断的发生 除了色黄之外 这个新的交规啊 还严重影响了夫妻的感情生活 可以说是继小三之后 又一大影响夫妻感情的力气 老婆你干嘛去啦 为什么不回家呀 老婆你要相信我啊 我昨天是蹬 蹬蹬 蹬蹬啊 蹬蹬 迷腾啊你 哎呦你相信我昨晚开车过一路口 那黄灯一直在闪 闪到六点才过呀 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不知道给家里打一电话呀 哎呦老婆现在开车打电话要空三分呦 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 哎呦我这更倒霉了 那黄灯后面俩车给追了 俩哥们打起来 我去拉架 你看这衣服就被打成这样了 真的是 我跟你说你这德行 你这嘚嘚嘚嘚这样 我才信你才怪了呢 我是真的冷呀 昨天下雪 我没敢睡 一直在那边擦那个车牌呢 现在这个车牌扣十二分 那上面这个哥们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啊 如果是换成像我这样的男人呢 那绝对不会是为了十二分让老婆独守空房的嘛 对不对 那好在我们交管局采纳的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闯荒墩以这个钓鱼为主 斩不处罚 相信这种影响夫妻感情的事情 今后就不会发生啦 那说到这些坑爹的规定呢 我放眼世界还是有很多的 不单单是只有我国才有 比如说瑞士 他们为了防止噪音啊 规定男人凌晨三点之后 不准站着小便 只能坐着 以免吵醒民主 你说这个瑞士男人小便的声音得有多大啊 难道这些传说中的瑞士好声音吗 啊 类似的规定还有美国 美国的这个联邦规定 每周四晚六点之后不能放进 啊 这个规定实在是有点没道的 但是 换归换 有时候天干不照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毁运啊 那说完了这个很傻很天真的规定啊 我发现还有很多这个很傻很天真的女人 比如说这个作品名阳海内外的著名摄影家 陈冠希老师 就捧红了博姿跟阿娇两位举行